每到夏天炎熱的天氣實在令人受不了 隨著地球軟化夏季的週長也跟著增加 加上大環境的影響加速了溫室效應的變化 工廠加工生產的大量熱氣 以及交通工具排放出的廢氣 使得空氣汙染綿綿俱增 最常見的就是冷氣機 炎炎夏日冷氣總是開著 隨著冷氣開得越低 所散發出的熱氣和室外的熱氣循環之下 我們的地球也就會被一層熱氣給覆蓋著 最終導致冰山融化使得天氣越來越熱 我是為夏日研發出適合在室內外屬於個人使用的微型冷氣 這將是你在夏日的最佳夥伴 微型冷氣並不需要冷媒或壓縮機 吃冷的方式自於我師獨家專利濾行 透支四年時間不斷從失敗中取得實驗的經驗和精神 終於取得重要的奈米元素和各種元素合成而出 自的濾行 核心技術具有最快吸水吸熱新科技奈米材料 放到水中有洪溪現象 大約一到兩分鐘以內濾行就會充滿了水分 再等待二到兩分鐘內濾行就會漸漸自冷 需要利用精酸過的風量帶出具有自冷的負離子 碰到人體表面提感溫度也就下降五到十二度之間的自冷效果 這時只要安裝到我們的主機內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主機的左側兩個按鈕和LED顯示螢幕 下方第一鍵三段式按鍵 電源開關同時也會切換到風量大小 上方的按鍵兩段式開關、呼吸、夜燈 在夜晚中使用有冷時而安眠入睡的效果 如果不習慣也可以按下按鈕關閉夜燈效果 主機上方蓋子有注水孔 漏斗磚滿水可以使用六小時以上 如使用一萬mAh的移動電源 可以連續使用高達十二小時以上 可以供應你一整晚使用到天亮也都有電量 主機上還有一個方便攜帶移動式的手把 只要提起手把,微型冷氣就可以隨時帶著走 提起手把讓微型冷氣成為你夏天生活中最好的夥伴 外型、利落大班搭配四色組合 情境式的呼吸燈 不管擺帶客廳、書房、臥室都將是房子裡最佳白件 炎炎夏日 設計團隊將微型冷氣做成可攜帶式的手把方式 讓你出門在外按下開關即可享用冷氣般的涼爽 旧式的冷氣空調忽冷忽熱上班起來特別好冷 有了微型冷氣含有負離子燃量讓你上班起來充滿活力 夏季的每月電費花費就數冷氣最多 使用微型冷氣只有0.42Ah耗電量 對於小隻家庭男女將是省錢的最佳選擇 環保綠能源、省電省錢更方便 在野外露營悶嫩的天氣 有了微型冷氣讓你晚上也會有好冷 微型冷氣絕對是你夏季的最佳夥伴 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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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